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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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到立法院拜访我们国民党团 他们当初说什么 他们说只要 只要我们修宪 只提18岁投票的话 没有问题 目前国民党团没有任何意义 现在到了这个修宪的这些关键点的时候 又开始有意见了 说18岁投票只是小菜 必须要煮菜才愿意来走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部分 还是充满了非常多的算计 这个我们认为无助于台湾 针对目前的这些运作来讲的一些 宪法修正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从立法院组成了修宪委员会之后 正式就是招告我们台湾人民 这是第八次的修宪 那离上次第七次修宪已经十年了 那事实上这十年当中 我们会看到世代的一个正义的问题 事实上是被大家所重视的 也是世界各国他们在下修投票年龄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扩大 青年的公民参与权跟参政权 能够让这个社会资源的公民分配 能够得到更重要的彰显 所以我们在此刻 这边诉求就是 立法院已经有组成修宪委员会了 所以不应该来停滞这个修宪的脚步 尤其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如果今天连十八岁投票权 这样修宪案的议题 都会被可能会因为 两党或是朝野政党的一个政治算计 或是利益交换 而最后是被放弃或被遗忘 事实上我想将来 要再启动大规模全面的修宪的可能性更是困难 我自己在高中课堂上教公民 那我在课堂上随机做的民调啊 大概我们高中生四分之三都支持十八岁投票 我没有特别跟他们讲什么道理 我只是问他们说 你们觉得投票二十岁投票比较好 还是十八岁投票 大概做出来 结果都四分之三的高中生支持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在年轻人的名义上已经高达 你看四分之三将近七成五的名义是支持 这个是我还没有特别为他们说明的情况下 在经过我的特别说明以后 那个支持度会更高 什么意思呢 根据台少蒙所做的资料 全世界的国家有六国已经 投票年纪已经降到十六岁 那么有162个国家 投票年纪是十八岁 那唯独这里中华民国台湾 沿用67年前的宪法 所以只有我们是世界最后面 用二十岁 那这个二十岁的规定啊 除了是当时时空背景过时以外 那其实宪法是可以改 我们修七次的宪法 从来没有动过十八岁投票 那这一次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我们也看得很清楚 就是现在的修宪 大概各个团体各个势力在拉扯 那有点交换的状况 我想这个大概就看得出来 但是这样下去的话一定是什么 无功而返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参与修宪的所有委员 政党团体能够有个共识就是 不要因为你的议题是比较争议的 而去妨碍别的已经有共识的议题 我们希望有共识的议题 应该要赶快先去做 那不要因为有更复杂的议题 所以全部都不准过 那这样实在是很不对 那我们呼吁这个十八岁 十八岁公民权这个议题 实际上是大家的共识 我们已经变成全世界最最落后的一个民主国家了 这真的蛮离谱的 我们交公民也很难去跟学生讲 我们为什么公民权这么这么这么落后 那我们希望这么简单的东西 化缴为简 就是共识的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来召开这样的记者会 很大的用意的希望 呼吁我们的修宪委员会 我们真的是要玩真的 不要玩假的 那我们这么多的台湾的青少年都在看 如果这次我们放弃了好不容易 得失不易的这样的一个修宪的机会 那没有办法在明年共同把大选的话 我们直接影响的是将来这个110万 这个可能的这个手头足 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修宪案 不会涉及到所谓的这个人民的权利 就是直接的人民权利的问题是因为 投票年龄这个事情的确会影响 如果他一再延迟的话 他有可能会不断的影响 这个16到20岁这一块人民 这个青年公民的他这个直接的一个参政权益 所以我们在这边呼吁跟诉求 目前的修宪进程呢就是 是在那个就是从修宪案委员 目前已经组成了 那我们的期待是在这个会期前 可以完成二读跟三读 在明年1月16号的总统大选的时候 可以交付公投 所以因为目前有听到很多声音说 有很多就是对修宪的事例 或很多议题在角逐 然后18年同胞选这个议题 很有可能会被牺牲 所以我们期待 所有的修宪案委员 不要忘记事在争议这个议题 能够让18岁投票权这个议题 真的进入修宪 18岁投票权别忘记 18岁投票权别忘记 第八次修宪要诚意 第八次修宪要诚意 还我事在争议门票 还我事在争议门票 修宪公投绑大选 修宪公投绑大选 还我事在争议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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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 我事在争议那里